N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是大廳對戰的阿拉伯地圖 因為現在天梯沒辦法使用羅馬人 所以沒意外的話這場比賽不是天梯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次高端局的天梯大廳開對方的一個比賽吧 那羅馬人這個文明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是羅馬歸來DLC所附贈的這個文明 那這個文明呢最大特色是村民收集和建造修理速度都會提升5% 而且戰船攻擊力也是加1 那弩炮戰船近防近遠防都加1 重型弩炮也會再加2 還有這個投石車戰艦也會 那遠程護甲也是非常高也是加2 所以他打一個戰艦系是非常有優勢的 再來就是他的兵工場可以提升步兵防御率 是可以獲得雙倍效果的 但是他只有2防但是也給2防也是夠強 每點一個都是加2加2 所以他到城堡時代步兵就直接雙防加4 就是近防加2遠防加2 然後到城堡時代就是近防加4遠防加4 那他弩炮的黃金費用也是減少60%非常多 而且還可以吃到彈道學的效果 那他的團隊加成也可以讓弩炮的射程 可以縮到最小射程 那他還有一個銀罐技術是重的 這個奴炮和戰船系的終極速度提升33% 所以羅馬人實質上來說是步兵跟奴炮文明最強的 那步兵路線的話算是滿坦的一個步兵 裝甲步兵是最坦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金罐呢 是野戰軍 可以讓民兵系跟騎士系還有百夫長訓練速度提升50% 而且獲得這個蓄氣效果 就是他可以打地下的時候傷害特別高 所以羅馬人其實到了後期也可以打一些寶兵 他這個百夫長騎兵單位 那也可以打一個劍兵勇士 打這個軍團兵 讓他這個傷害非常高 那有人實測過這個蓄氣效果就是加減用啦 其實倒沒有到那麼強的感覺 這個馬上慶裝騎兵跟這個邊界兵喔 這個蓄氣效果還是比較強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日本人 日本人的話 最大特色的是這個採礦泥地呢 是有這個半價的效果 還有這個模仿啊伐木場 全部都是半價 所以他前期省下的木頭 可以讓他多灑一點點 提升一下這個前期的經濟狀況 到了中後期可能會經濟稍微落後一點點 但也不會到非常誇張的地步 那我覺得日本人算來阿拉伯不算非常強 但也不會到非常弱 算是B級以上的文明喔 B至A 他還不到S級這麼強 那我覺得日本人也是我蠻喜歡的一個文明喔 基本上只有騎士不太能打 大部分的東西都可以玩 那騎士部分的話有新騎兵 還有這個 東莊騎士可以打 所以裡面三級鎧甲 所以用起來會比較綁手綁腳一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雙方地圖 那目前日本人地圖看起來驚慌在前面 果子在後面 雖然圍起來算是蠻簡單的 不太需要耗費太多的村民喔 但如果真的要死守的話 這個尾座放的還是稍微有點大 總體的人看起來算是60分喔 剛好幾個 也應該算是幾個邊緣吧 如果能圍起來的話剛好有幾個分數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羅馬人 羅馬人這邊的地圖看起來果子在後方 也不算後方吧 算正片下方 有點靠近日本人的位置喔 但沒意外的話這邊應該會拉一條防線喔 然後直接用這個TC連防 直接圍過來 所以果子待會防守應該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然後這邊再小圍一點點喔 也用TC連防 如果可以的話這邊再圍一下 就可以圍死了 所以羅馬人這個防禦來說會比較好 有好過一點喔 但是他的金礦遺漏在外面 所以待會要打的話也是 可能要投資一根劍塔 或是TC要蓋這個位置喔 要死守這個金礦區會比較好 那如果我要給分數的話 這張地圖也是剛好合格喔 因為金礦在外面喔 然後防守範圍偏大 因為主要裡面 他這邊有防守好的話 裡面有一塊金喔 就算早期不挖這個金也沒有關係喔 重點是這邊要趕快圍起來 那他地圖裡面也算是蠻乾淨的 沒什麼問題 圍起來的話這個石頭也可以安心的挖 剛好有及格分 那以一些高手來說的話 這種地圖已經對他們來說是天圖了 那對我們這些一般玩家來說 可能就是分數比較偏低一點的 因為要圍起來圍好的圖 可能就會被對方抓村民之類的 村民也要挖 拉非常多的村民喔 去圍價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 封建時代怎麼打吧 好 那羅馬人這邊是選擇了封建時代先下一個軍營 這邊是要打步兵嗎 還是要先打 騎士工兵呢 好 那日本這邊是決定要打裝甲步兵 三棒棒出門了 好 三棒棒出門 但羅馬人這邊是直接按下了射箭場 可能剛剛刺頭有去前面探查到 對方有按 好那這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說這只有60分剛好幾個原因喔 就是像這樣子喔 你看果子很早期喔 就會被騷擾非常煩喔 好 這邊再稍微一下 這邊直接砍到裡面在修的村民 哇村民直接被砍死 這邊隔牆打人啊 直接被砍死了一村 羅馬現在有點小小烈士 好 這邊有點裝TC 好 這邊直接補下兵工場跟射箭場 小龍開始出 好 裝甲步兵持續在騷擾 但這邊順利射掉一隻 那這些刺頭打這個工兵有夠痛 好這裡補下一級射 補了一級射的話 射刺頭就會有點傷害了 好村民補下傷害 OK 好前線這邊有了一隻工兵 還沒有抓到他的路徑 像羅馬人不知道 對手已經出了 好但這邊有少量的工兵也是走到前線 想要做個對打 那這邊刺頭我來個無雙 直接壓制 這邊槍兵戳掉 羅馬非常賺 好家裡的隱患中午解除 裝甲步兵要直接回家 好現在羅馬人直接出工兵反擊 那羅馬人的工兵比較弱一點 他沒有三級射 而且沒有強奴 也沒有拇指環 所以羅馬人到城堡時代 打奴兵是最極限的狀況 再繼續打奴兵可能會越打越虧 不如直接打奴炮 奴炮的話還有這個 減免的費用 點了銀罐還有攻速加成 所以羅馬人不太適合一直打工兵 所以羅馬人可能待會 直接會轉一個毛兵開 這邊挖金只有兩個人 好轉開轉一些毛兵出來 給 那日本這邊也要轉一下毛兵 轉金礦繼續打工兵 很會越打越虧 不然就是要下這個馬舅 出一點刺頭來反制一下 對方的工兵跟毛兵 但現在要先點這個一級射 先要投資一下攻擊的部分 不然待會很容易打輸 好終於有一級射了 但現在數量很明顯不夠 自己的兵直接被壓了回去 現在金礦術直接被空下來 毛兵努力反擊 好現在是羅馬人這邊佔優 數兩牙子 好 鳳馬人這邊經濟有點好 這邊村民的5%的加速還是有感的 但他這個收集加5%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吃果子 還是所有的資源收集都有這5% 這個沒有實測過 沒有實測過 有時候是1D5的一些磁條 就有點曖昧 好這邊工兵可能要抓到這一村了 OK這邊村找到 那前面毛兵騷擾 做一個毛兵互打動作 但後面有兵繞進來 不知道日本人這邊有沒有發現 這個工兵持續在後方 好這邊四個人吃過 好 羅馬人終於把自己家裡圍死了 好OK 那如果這邊像這樣子圍死的話 羅馬人的圖就會非常好守 好日本人這邊也終於圍好 兩邊都圍的差不多 到了城堡時代 該圍都圍一圍了 但你看這個地圖太大了 有時候還是會很難圍圍 就是這個原因 好這邊工兵直接抓掉了兩村三村 OK 韓剛圍牆那一隻 這是第四村沒問題 這個好像第一木牆跑掉 好 好再補一下這個木牆 好這工兵依舊在裡面 好但是日本也不甘失落 拉了一些工兵到了羅馬家裡 但羅馬人這邊直接要收村嗎 還是要先剩下奴兵 好奴兵已經升好 二級設計點下 好 當然這邊奴兵沒時間控 現在對方的毛兵跟工兵都在家裡 但日本人這邊肉不太夠 奴兵沒辦法點下 這個田太少 就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果子 果子有吃完 好還行 果子有吃完嗎 好像有 上面沒有圍好而已 好 那日本人 還會可能要先開個TC先龍 但是他由於差異跟劍塔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立刻開TC 這個時間點我都已經下工程器製造所了 可能會直接蓋頭車 做一個反制 然後工兵再度回來 這邊有二級設 直接走過來設村民 果馬人這邊直接死了一村 兩村 OK 現在4比4 兩邊村民都死了4村 這邊又被抓了幾村 有點虧 這邊一直你來我往 兩邊都在打 這邊直接射掉一村 奴兵依舊有這個優勢 日本還沒有點下奴兵的升級 這個村民是要追多久啊 追749天 終於裝到TC 這時候他才發現 哎呀快跑啊 然後才發現跑不掉 可以射死 好 那日本人這邊打的 算是比較OK一點的 不是日本人 羅馬人 羅馬人這隻奴兵一直在鬧 而且殺到非常多村民 所以現在是6比5 羅馬6村 日本人5村 那剛剛這邊還有斷村 的樣子 TC Delay 因為羅馬人很早就開下雙TC了 但日本人一直沒有 雖然羅馬DC delay更久一點 但村民數還是領先的 這邊趕快下個市集 買個石頭 去買石頭蓋TC 待會可以考慮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不太好開 我要低兩個房子 不然就是直接開貨房挖石頭 OK 他這邊可以直接下採礦地 也可以 反正日本人的採礦地很便宜 多下來也不會太虧 日本這邊直接往前走 奴兵直接快升好 羅馬人這時候已經蓋下第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蓋下去 不知道要不要出他的寶兵 這個百夫長 這個直接被射死 有點虧 下方奴炮繼續追擊 空兵 你看這個羅馬人的空兵 空得很好 意思是沒有讓日本人抓到 他就可以在這邊給對手壓力 讓他不敢在家裡輕鬆地走來走去 反正會心裡有一點壓力怎麼辦 其實這坨兵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只要在他家裡境內 找個時機 正面跟對方硬打 然後這邊奴兵就可以偷偷去射他的墓區 然後石頭區 這個就是心理戰 羅馬人很清楚 心理戰要好好利用 那羅馬這邊轉出了一些百夫長 百夫長的基本素質還蠻高的 攻擊力基本就13了 近防2 遠防3 用起來其實還不錯 看看這邊百夫長的輸出 OK 砍的還算蠻快的 跟一般騎士差不多 甚至比騎士還會更厚 因為騎士的基本攻擊力是10攻 那防禦的話是2防2防 百夫長的話是3防 遠防3 比騎士多了一點遠防 然後血量部分是多了20滴血 因為品種還沒有點 品種點的話就是140滴 所以其實百夫長的體質算是比騎士高於很多 那百夫長的價格呢 也沒有到那麼貴的價格 算是85塊還是偏貴 就是以前貴族鐵騎的那個價格 那大概貴了騎士大概10塊錢 但以這個數值來說 多了3攻 然後血多了20滴 然後遠防再多加1 多加10塊錢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是能接受的 就好像去買飲料 或是買大薯 要不要問以薯條加10元升級啊 這個騎士升百夫長 就是這種感覺 是我一定升啊 升個百夫長出來用 好用的 這邊升一下液晶龍 絕石 日本這邊 該不會是要來打這個大型劍塔 推 日本的大型劍塔攻擊 是非常強力的一個選擇 好 這邊弩兵射起來 非常癢 哇看到了嗎 這就是百夫長 才點一反而已 對抗箭矢能力 如此的好 坦的跟鬼一樣 你看日本直接放棄抵抗 原地不控 這個加10元 送大薯 這我一定加 非常賺 賺爛 賺爛了 哇這百夫長真的好強 真的難怪沒辦法在天梯使用 好 那羅馬人要繼續打百夫長嗎 日本這邊轉出重裝長槍兵的話 打百夫長還是蠻痛的喔 這些日本人是步兵為民喔 攻速加成33% 非常高速 好前線蓋動城堡 好 來這個城堡是蓋在平地喔 那這個平地 原因只是因為 他想要多插深入一點喔 那這邊 插成功的話 直接搞爆一個TC 空下兩塊 支援點喔 其實蠻賺的 好 那這邊百夫長不能回頭 相應回頭 會被這些生侶 給直接招掉 那這邊衝不行了 因為後面 是工兵在設計的村民 這邊被招掉了兩隻百夫長 還能接受 那這邊趕快要拉村民 拉百夫長去解決這些奴兵 那後方 補下了一隻生侶過來 揍著翔 這邊城堡能建立起來嗎 如果能建立起來的話 對羅馬人是非常的有優勢 日本人能不能打贏這波交戰呢 看起來是有點勉強 剩下兩隻百夫長在為日本輸出 第三隻也跟了過來 但後面羅馬人也招了一隻 生侶過來拯救一下 現在95% 96 97 98 99 100%搞定 城堡終於建立起來 雖然損失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這個城堡建立起來是非常值得的 那羅馬的城堡 這個外觀也是相當特別 就是非常四四方方的 很有羅馬味啊 每次看到四季立國出新的迪偶爾斯一文明 就會先想要看他的城堡跟世界奇觀 這個長相每個都很獨特 好那這邊建立起來之後日本人其實有點麻煩 這邊可以考慮直接先上升到帝王時代 不用太花太多資源 然後趕快蓋一棟城堡 在前面喔 然後開巨頭開拆 是一個不錯的對應組合 但現在會有個危險喔 就是對方百夫掌 其實壓力給的非常多 不太適合 去出兵做一個針對 除非你真的要出這個 重重長槍兵去打 也是可以 但是你現在已經支援 基本上快要上帝王時代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先上會比較好 然後待會再開TC繼續農 對不對 現在趕快蓋出一棟城堡 先反制一下 先把這個支援點拿回來 不然日本這邊會非常頭疼 羅馬人這邊持續挖石頭 連潛線也在挖 這邊打算要連環保推進去 直接弄死日本 但日本這邊有沒有趕快想要買資源啊 買一下石頭先升上去 石頭剛挖的人太少 現在直接拉了一棟去挖石頭 好 日本人這邊即時反擊 羅馬人後面經濟補下兩個馬舊 好 人手技術補下 經濟開始控下 二級龍二級木魚順便補吧 差不多了 不然先升個帝王時代 這個支援量其實可以升了 好 那果然這邊是要來搞個連環保 但是這邊有建築擋住 羅馬看到直接撤退 而且看到對方蓋保了 好 這邊可以招到一隻兩隻 軍團長直接被招走 好 那我們是軍團長百夫長 好 這棟城堡蓋好 帝王時代也快要差不多 先稍微小小加速一下 好 第二棟城堡也直接蓋高地 羅馬人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上方這邊有點撞TC 全死光 這應該是被奴炮射死吧 好像也不是撞TC 好 好 這邊直接補下了重裝長 變成升級 護衛技術一點下 這裡趕快補個防止 防守做得還不錯 好 後方羅馬人這邊有什麼大動作呢 再來看一下 OK 沒什麼太特殊的東西 好 好 日本人開始補下了步兵的防禦 練甲技術已經點下 好 前方日本人也按下了這棟城堡 好 這裡補下了印刷技術 跟啟示思想 打一個僧侶戰 招對方的百夫長非常好用 好 羅馬人這時候升級了自己裝甲步兵 還有升級靈甲 可能是要來搞個軍團長戰術 看日本人步兵也有攻速加成 這邊轉百夫長 軍團長是好事嗎 好 這邊軍一頭實際一直在開拆 長巨頭一直拆 羅馬人這邊瘋狂羞 但是還沒有三巨頭 第三台出來了 好 日本這邊也出了一台反之 不是日本 羅馬這邊 這時候日本已經三巨頭 沒有銀罐技術的關係 所以打得還不是夠快 是金罐才對 日本是金罐 好 日本 日本 木頭有點多 好 這時候羅馬人終點下軍團兵 那這個軍團兵是取代 劍兵勇士跟雙手步兵的路線 那價格部分的話 沒有到非常便宜 當然可以接受 八百肉四百斤 基本上跟一個劍兵勇士的價格差不多 但是他不用升級雙手劍兵 所以以羅馬人打地勇士 但軍團兵來說 是非常快速速成的一個選項 OK這邊有兩隻百夫長繞進來 但疾兵直接收掉 這裡有個洞喔 沒有補下來 好日本點下彈射器 可以增加巨型投射器的攻擊速度 好這邊城堡繼續拆 多馬人這邊修到沒石頭 直接過來挖石頭 看我們的守住 看起來是有點偏困難的 好 軍團長直接要升級好 長劍兵升級 OK 直接十二加二 血量七十五滴血 那防禦還沒有補完喔 那待會這個再補下去喔 防禦就會變成 二加四 進遠方 都是六防 六攻六防 喔六防 雙防六啦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好這邊找到一隻 軍團兵直接衝過來 日本看到對方的軍團兵有點措手不及 這邊要轉劍兵有事嗎 幾兵打起來可能有點困難 軍團長被錯一下 只有一滴血 幾兵的基本傷害只有六攻 六加零 那後背後面城堡射還是太痛 城堡直接武士 在城堡底下開拆日本的巨頭 巨頭這邊可能會損失非常多 三台直接被收掉 沒有問題 日本出了一隻日本武士 來日本武士也被軍團兵直接反殺 這邊軍團兵越來越多 哇2加42加4 雙防6 超級坦 擊兵出來 被打噴出來了 這邊巨頭砸軍團兵 雖然砸到幾隻 還不錯 哇又砸到欸 居然用巨頭砸軍團兵 好特別的畫面 日本武士 開敲 看來有點打不太贏喔 人家現在數量壓制 而且日本的攻擊力跟防禦率也比不上軍團兵 而且軍團兵 不知道算不算獨特單位喔 所以不確定日本武士打他有沒有偶外傷害 但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偶外傷害的 所以日本武士打起來可能會有點難打贏 他不知道出什麼劍兵勇士護砍 但如果護砍情況下我怎麼覺得軍團兵又會贏呢 因為他的防禦率實在太高了 這邊出牆弩我想一下 牆弩的話打下只有四滴血 也不太好打 但我覺得日本這邊轉牆弩是他唯一的陣角 因為他現在黃金數量其實夠多 還有木頭 這邊直接轉這個工兵路線 對他來說也不會太吃虧 日本的牆弩也是很好用的 日本這邊想要偷偷來挖野區的金礦 但是被抓了個陣著 波馬人中補下了護衛技術跟骨蜂爐 還有縱火技術 護兵科技全部疊滿 待會不管是打建築物或是追擊敵人 傷害率都已經標最高 攻擊16攻 日本這裡補下了常見兵的升級 但這邊要升級完還需要一段時間 日本最後動城堡在家裡TC附近 待會正中城堡如果再掉的話 就沒有日本武士可以用了 所以這邊要先行趕快升一下劍兵路線的走向會比較好 波馬人這時候補下二級龍的積木 欸這邊巨頭怎麼帶送啊 這個巨頭沒有空好 尷尬啦 BBQ啦 這邊直接做個開打 雙手劍兵還沒有好 直接正面硬尻尻 但距離投資機沒有繼續跑 看來是想要送掉啦 呃 直接放棄追擊 軍團兵直接收光日本所有的戰衛 哇 這個日本人虧爛 後面家裡也BBQ 軍團兵從上面殺上來 日本打出了聚聚 軍團兵無雙OPOP 哇 這個到處鬧啊 非常好 那我真的覺得文明 我覺得以羅馬人這個特性來說的話 應該要把他的 收集這個能力下修一點點 可能就是讓他建造跟修理速度提升5%或10% 但是讓他收集能力變差 經濟稍微差一點點 但是他的雙方提升跟這個數值 基本上來說應該是不用太需要改變的 那軍團長的話 價格現在也算合理 所以我覺得 軍團長跟百夫長的價格也算合理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說去 提升或是諾服他的單位 反正是削減他的經濟 可能就會比較好一點 畢竟現在羅馬人這個5%的採集 感覺還是讓他經濟 並不會輸對手太多 我們來看他經濟就知道了 經濟的話是由羅馬人這邊領先一些些 木頭的話是輸了一點 畢竟日本這邊挖的木頭比較多 那食物部分的話 羅馬人是遭到補下很多農田 其他資源也是採集很多 那看起來科技方面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日本這邊是有即使想要轉步兵出來 但步兵來不及一生好 就直接出了GG 因為他農田也灑太少 所以走步兵科技的時候會比較慢一些些 我反而覺得日本這邊直接轉出強弩的話 可能會比較有機會可以擋下來這一波 但由於羅馬人這邊前面的軍團掌實在太多 這一波送進來也沒有給日本機會轉好兵 可能說防禦出現漏洞 直接被一波帶走 這也是蠻常見的事情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好嗎 有請